日本剑道大家耳熟能详 其中有一种专属女孩的项目就是剃刀 台中是大华国中拥有全台首创的剃刀社团 为了保存这样的武术文化 同时还发展了剑道和居合道 虽然说这些并非是奥运项目 推展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校方坚持保有这样的传统运动 除了文化传承 更是修炼每位选手的人格 专注的神情利落出手 再搭上强而有力的呐喊 呈现出一击必杀的攻击气势 剃刀行 仔细一看这些女孩的动作 虽然看似剑道 但手持并非逐剑 而是像是镰刀形状的木剑 这叫做剃刀在台湾非常少见 我们在大华国中里面 好像就是比较没有女子的运动社团 然后又是剃刀是古代 就是五家女子一定要练习的舞蹈项目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想要有一个女生的运动社团 但是又能够去练习到剃刀的精神 所以才去成立剃刀社 互相对练的过程 深刻展现力与美 剃刀是属于日本古代女性 研究的护身术之一 翻转社会对于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 表现出女孩们的坚毅不屈 虽然我们会面临一些临场比赛真实对打的一些恐惧感 可是你还是会坚持说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去面对它 还有这个交居河道 融入剑刀精神能做出武术表演 大华国中是台中市少友拥有剑刀校队的学校之一 因为不是奥运比赛项目 在推广上是难上加难 这群来自大华国中的孩子对于日本武术的热爱 秉持着刚毅与坚持不懈 熬过了多少次挥刀的疲惫感 努力的在场上发光发热 除了表现永不放弃的精神外 更多的是希望将见到之美发扬出去